参加这个玄门风水课 你的动机 目的是什么 这个食宿的风水师学风水课 是要来赚钱的 这个东西好赚钱 随便一划了一个月 几千块 三万块就来了 又可以偷懒 我有钱 我要盖豪宅 买汽车 我要享受奢华的生活 这是你们学风水的动机 这是色观 你起心动念处 动了什么念头 你们要检讨一下自己的心态 心理的状态 你是跟这个师父 跟这个老师 学这个玄门风水 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负责坐在这演戏给你们看 你们看得到的有个师父坐在这 更高层次的心法 灵界传法 玄界传法 它是以心应心的方式传递给你们的 你的心态不正确 心量不够广大 学你也只是半途而非 虽然是人在这学了 也未必会 这是色观 明 你学风水 学玄门风水是为了出明 还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 你是为个人而出明 玩虚明 还是玩实明 实就是真实的 大得必得其卤 大得必得其卤 大得必得其寿 你的本令高强 社会地位上升 这是必然的 你是实明还是虚明 像现在江湖上一大批的风水师 卖弄虚明 坑蒙拐骗 他不做杀到银网酒的事情 他做坑蒙拐骗 偷的事情 这个案例在实习的过程中 会给大家引导 所以你们要学 学点真本 练点真功夫 然后成为真正的大师 这个名是要的 这是实明 这证明你是个大德 你配 以前叫配天作证 你们将来练出来 就是配天作证 什么叫配天 配就是分配的意思 天上藏分配你在一个点上 安立道场 替天 替法界 在那个地方作证 这个叫配天作证 一个国家领导人 能不能镇住自己国家的场 这是以前看皇帝够不够分量 够不够重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他上台以后天灾人活 人活多了还是少了 通过这个来判断这个国家领导人的重量 分量能否镇得住 这是古代叫配天作证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虽然不参与政治 因为我们修法之人法不干政 你将来知天知地 知过去知未来 然后不可以干预任何政治的问题 这是修法对你们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不要做别人的一些政治领导人的一些工具 你可以在不求名不求利的时候 暗地里帮忙 或者是在显态里帮忙 像不空大师等等的这些都做过国师 但是他们不染 对那个东西不染 不沾不黏 只是站在为众生服务 为劳苦大众服务的这个方面去辅佐 而不是为了自己有多么高的薪酬 多么好的待遇 多么出名的一个威武 然后去做那些事情 这是法不干政 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要求 不参与任何过急的政治行为 这是修法者所必须要明了的 这是对民的一个考验